我的天哪 战哥又在温水煮大虾了 有姐没发现 战哥的这次生日视频 有几个镜头和氛围感 和这个电影很像 重点是 这个电影它讲述的就是同性 我看了一下还真的是啊 他们都有野外露营的篝火 紧接着就是山坡 草地 还有一整个的氛围感 一个人在山坡上这样的奔跑 背后的夕阳和山坡 我的妈呀 原来这个电影这么有感触啊 再有就是战哥的这个背景音乐 真的好甜 然后想看看那个最佳男主 那个吧 金 对 我已经数不清到底是多少次了 但是战哥的温水煮虾 大家应该都能看得懂吧 我真的哭了 他们一直都很勇敢啊 真的好笑啊 这就是他无声的呐喊啊 肖战你也太大胆了吧 竟然当众表白那个谁 大家都以为在两人的关系中 波波付出的爱更多一些 其实笑老师的声音乐 其实笑老师一点也不差 在参加某次颁奖典礼的时候 主持人要求每位上台的演员都要写下一个字来表达对未来的期许 别人写的都是具体的某个字 而战哥却特立独行的写了一个拼音节 对此战哥给出的解释是 在这里他用了这个拼音的两个字 戒和戒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小名叫王杰 杰出的杰 是啊 这个拼音还包括杰出的杰 所以他写了拼音而不是一个字 他希望他的未来里面有杰啊 还有他说的这一句不焦不燥即熬夜 众所周知他是最不喜欢熬夜的 真的不要熬夜太伤身体了 就是用睡 就是闭着眼睛然后强迫自己睡觉 所以他说的是谁呢 所以这就是隔空喊话呀 保重身体才能好好陪伴在一起啊 笑老师的爱也是心意又大胆 就好好过吧 姐妹们我好像发现了不得了的事情 注意哥哥上山时穿的这个白色背心 这是到山顶时换成了这个性感的这件 真好叹啊 然后重点来了 看这是什么 是他的两件衣服 这一件就是他这件性感的 这一件就是这个白色背心 啊 就是说他全部脱掉了 就在这个寂静无人的山洞里 和谁在里面我不说 绝对没有绝对没去 有 有姐妹说怪不得王大锤在后面大喘气 他不会背了一张床上山宝 盛阳你搬空小宝衣柜又添实锤了 他的双肩包也拿了过去 洋洋的定装照都看了吗 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双肩包却有大躺 这个包看着挺正常 其实他是一个摩托车用头盔包 哈哈哈哈 然而正常拍戏的时候 他又换了一个正常的双肩包 估计导演都看不下去了 你一个艺术生背个头盔包这项话吗 我想肯定是导演让他拿衣服来定装 他随手拿了家里的双肩包 连看都没看 谁知道是对象用来装头盔的 就像当初穿了限量版的赛车服 都以为会是老王 没想到是老王家属 穿裤子穿反的 穿反的意思是 而我们国君一向是这样穿反的 我们家衣服总是一套衣服分开穿 小宝穿裤子 战哥穿上衣 全网能这样的也就你俩了 汪波是懂怎么哄肖老师的 开始是因为汪波游戏玩得太开心 和魏大勋两人距离太近 肖老师一转头就看到气得连手都忘了放下去 此时王波看到他咯冷脸赶紧起来 看到他抱胸不高兴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不行了 必须得哄一下 最后出现了弟弟拽出哥哥让爸疯狂磕躺的一幕 请你贴近你的耳朵 直问他哥 他当黑游 谁会永远都现太多 对你说 盼他得逞的小表情 说到三永远爱你一个 再对视一下 死不会犯错 哥终于开心了 我就是想不通 想不通王一博为什么要为肖战三抗高音 想不通王一博为什么只让肖战叫他狗仔仔 想不通王一博脱口而出的两年零五个月 想不通王一博为什么哄肖战吃两碗超手 还说自己赚了 想不通王一博为什么要为肖战草兵扬眉 想不通王一博为什么宁愿迭带骨头项链也不愿意摘掉 想不通王一博为什么把肖战藏进彩排时间里 想不通王一博对父母难说出的我爱你 却在尽头前对肖战说了三次 想不通王一博为什么跨越大半个城市为肖战庆生 想不通一个小财迷在王一博过生日的时候 送了他十二碗的头盔 想不通肖战为什么把狗尾巴草送给王一博 想不通肖战为什么会对王一博说母保护你好不好 想不通身为崇敬人的肖战明知道狗仔仔的意思 还是叫王一博狗仔仔 原来画爱心志这天居然还有一颗这么大的糖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弟弟当年在活动中画了爱心志 然而弟弟画这个爱心志的当天 还做了一件让人疯狂的事情 弟弟当天直播下班以后 故意在人前按亮了他的手机 机场这里也是 而弟弟主动给我们秀的平保是你的名字 同一天画了爱心志 又秀了手机平保 你是恨不得所有人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吧 你的名字是不动画电影 全片最高潮的 就是主角两人重新在一条台阶相遇 结局最后两个人在一起了 在蒙马特高地台阶上 我们哥哥弟弟也是上行和下行 这跟电影的情节不是一模一样吗 感情越来越好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也太浪漫了 哇 好可爱哦 他们说韩哥就快像操碎了新的老父亲 其实韩哥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他已经把一博就相当于看儿子一样的看待了 你别忘了说他这个时候叮住一博 他是先白了一眼一博 他可能发现一博是哪个动作或者表情 是不是有点太出格了 注意点啊 整个脸上都写得操心两个字 可是呢 韩哥这话说了就跟没说一样 你再看弟弟 他还是看着台上傻巴鸡的人都在呢 也不知道他乐什么 不愧是反骨的弟弟 根本就没有把韩哥的话给听进去 不光使劲了笑竟然还做了动作 超级棒啊 经常看到有人问 这台上到底是谁啊 他在那竖大拇指 他笑得这么开心和灿烂呢 那我今天就告诉大家 其实台上谁也没有 一博是啥也没干 他今儿打电话练下一个节目的舞蹈 他要用大拇指给大家跳个舞 再看这位女主持 为什么看着一博意外深场的笑呢 他可能那天比较开心 看谁他都是那么乐 那至于他为什么要先看看前面 再看看一博呢 那前面是谁呢 难道是一博最爱的大模特在前面吗 哎呀 真搞不懂前面到底是谁 冒通 这让人是真的 再见 我已经看都不能看你了 你长那么好看还不能看一下 屁 看你脸那么小头那么小还不能看一下 没你好看 我从来不穿 屁了 你刚才刚才刚吃一个 巧克力棒 他骂我 我骂我怎么骂你了 干什么 我骂 你早就骂我 我骂你 我骂你 你骂我骂你 我骂我骂你 哈哈哈哈 你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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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个大魔干嘛 他问我 他不问我 你干嘛 我有毛病啊 对 微音 我刚才很明显 睁不开眼睛吗 Fuck you 给我站啊 我刚才在镜头里骂人 没有骂人啊 有骂人 他哪有 他骂我 声音都没有听哈 我说是love you love you yeah 你还不如骂我呢 爸爸 别爱我没见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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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